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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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大家請坐 請坐 那下午又見面了 剛剛早上 剛剛講完不久 剛剛如果有參與到說我在早上分享一些內容的話 就會知道說其實我們在藝術品鑑定的部分 有很多的是跟修補有關係 因為常常我們會碰到有一些問題就是說 今天我把作品拿過來 然後你幫我看看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真的我就要修 如果假的我就不要修 或者是怎麼樣 這個東西是我們有時候會去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今天我們就很榮幸的就是 其實也是屬於我自己的group 就是我們的鎮修科技大寫文物中心的修復主任 文物修復中心的主任 李主任還有我們整個的修復團隊 包含油畫的、紙質的、還有器物類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交流一下 就是說在整個藝術品的一些修復有沒有什麼地方是有趣的 或者是說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那等一下我會先請我們的李主任 稍微去介紹一下我們整個中心的研格 然後還有請各個的修復師去跟大家說明一下 在不同種類的一些藝術品的修復需要注意到什麼倫理 或者一些重要的問題 那之後我們就會開放給大家來發問 那我就先把時間交給我們的李主任 各位與會的嘉賓下午好 我是鎮修科技大學文物修復中心的主任 今天很榮幸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用這種語談的方式 跟各位嘉賓來分享一下就是我們整個中心目前的現況 那也依主辦單位的一個配合上 可以讓我們這一次可以把整個團隊都帶上來 包含像我們的分析負責的吳博士 還有我們油畫部門的Yoseva博士 另外還帶來我們的職值負責的修復師跟企務類的 我相信今天下午雖然只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那我也期許說這一個半小時裡面 我們可以講少一點 你們盡量發問 盡可能看看能夠有什麼問題在這裡都可以把它解決掉 那我大概先利用幾分鐘的時間稍微的跟各位聊一下 就是說我們整個修復中心 它從當時設立的一個概念跟目前的營運的現況 因為有很多人對我們的中心有蠻大的疑問 可能是在我本身身為主任的推廣上面 不是那麼的盡力 所以有很多人並不是那麼的認識我們 那事實上我們在南台灣 也經營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中心的設立到目前今年為止 已經第11年了 那這11年期間 雖然我們在修復的這樣保存單位裡面 我們也盡力地去做一些教育的推廣 不論是說廠家或是藝廊 或是一些溫飽單位也好 或是美術館、博物館 我們也更致力於就是說 把這樣子的修復觀念能夠更普及的推廣下去 所以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教育推廣 那學校當初很多人會想說 你們學校也沒有修復的科系 為什麼會設這樣子的部門 那其實學校秉持的教育的一個理念 也希望是說 我們先有這樣子的一個中心之後 那未來也不排除 就會有設系的可能去進行修復式的一個培訓 那這11年來我們也做了非常的多 當然也遇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問題跟困難 在台灣目前修復的現況上面 還是在於整個觀念上面並不是那麼普及 所以在我們的教育推廣上面 其實我們非常積極致力在就是說 讓更多人知道說什麼是正確的保存修復觀念 也希望它未來可以是一個全民都可以知道的一個運動 或是大家能夠當成是保護我們文化財的一個小兼兵這樣子 那我接下來就先請我們的整個修復團隊的 每一個材質的負責的人稍微的用大概三分鐘的時間 去介紹一下他們目前的現況 那之後呢 如果說你們在不管任何材質上面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提出來 我們也盡可能把我們所知道的去回復給各位 那我先介紹一下 我還是要介紹一下我們吳博士 他主要是負責我們的材質分析的部門 那另外呢就是材料的研發 那其實我們現在目前在所使用的很多的保護材 或是修復材很多都是來自於國外 但它不見得適合或是對台灣的這些創作品或是文物呢 有非常的一個溫和性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去致力去做一些相關材料 或是修復方式的研發就是這個原因 那另外一個就是坐在我左手邊的 是我們負責油畫的Ioseba 那他是來自於西班牙當代修復的博士 他來到台灣已經有10年 快11年了 所以等一下要用中文發文也可以 但是他可能要用英文去回答你 等一下我再讓他去介紹他的修復的團隊 那這接下來呢 是我們指指負責的修復師戴君山 那君山在指指的這一邊呢 他主要他是負責東方指指的 那他們部門裡面呢 也有區分東方指指跟西方指指不同的修復師 那在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負責七物類的一層 那七物類的種類那就更多了 大概不屬於子類或木質的或是子類的 大概很多都是歸屬在七物類 你說包含像古文物或是一些戶外雕塑品 雕塑品等等 大概他們的修復師就面臨的問題 等一下也可以讓他稍微的提一下 那你們現在呢 也可以一邊聽一邊想到什麼問題 就把它記下來 那我先請Yoseba稍微的介紹一下 就是他們油化部門 他們目前的現況 還是說給各位 與會的貴賓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建議 大家好 我是西班牙來的修復師 我的中文還不很好 所以我比較簡單在講英文 好不好 你好 好 我剛才到這裏 我來的第一次 十年代開始 現在 事件的 中文化化的 環境 有畢地 整體 在第一次 你跟人們說話 什麼是 所謂 不是 人們不知 我认为人们并不认为 那些画家和艺术 需要改革和改革 他们认为 只要买一张画家 只要买一张画家 就已经成功了 你不需要再做任何更多 那是不正确 画家和艺术 并不像东西 但它们是一种生命的 如果你不担心 画家和艺术 会被困难 更多的方法 在文化上 你能找到任何东西 工艺术 用任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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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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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are many concepts, there is the artist's intention that will keep the artist's idea and depending on the concept the artist uses, the life of the art world will be longer or not so with this kind of concept and materiality of the art world the conservators need to develop some conservation standards just to try to keep th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best way also I would like to commend that with the contemporary art and especially with this kind of art the paintings and the artworks need to travel, they are having many exhibitions and there is another way that the paintings have damage, they have degradation the work of the conservators are a key point just to maintain and to preserve these artworks and this is almost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in our conservation centre in our painting department right now we are 14 people working we work also with contemporary art that you can find almost anything a couple of months ago we were just working with three installations at the Casio Museum of Fine Art that they were doing with banana peels exclusively with banana peels the artist decided just to use bananas he was working in Japan and he made the work with the Philippines bananas and once they were in the museum they had a lot of mold and we needed to restore the bananas this is a way to show that in contemporary art you can find almost anything and the conservators need to try to preserve and more or less is what we are doing in our conservation centre thank you 那接下來我就請我們直直負責的君三呢 跟各位大外稍微介紹直類的目前的一些狀況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戴君三 我們現在目前在正修科技大學直直修復室裡 我們現在修復室裡面大概有八位同仁一起工作 我們分紙質簡單來說就是東方材質 包含像書法 膠材 水墨 這一類 裝錶類的話 掛軸 手捲 徹頁 這一類 也都有在持續的修復室 那西方紙質的話 它的範圍其實蠻廣的 舉凡大家看的照片 獎狀 書籍 版畫 水彩 印刷海報 這些只要是紙張纖維類的都可以算在我們的範疇之內 那以東方來講的話 比較特別可能就是還包括眷畫的部分 那大家一開始可能都覺得我們修復好像是一個很浪漫的工作 可以長期的跟畫作接觸跟藝術家接觸 這方面的確是我們工作的一個福利 因為可以很近距離的看到這些大師的作品 但在我們的工作過程中其實更多的時候是理性 而且非常科學化的 我們的工作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科學方面的分析檢測 化學部分 那另外一個方面的話就是傳統技法方面 因為關於我們的修復有很大量是需要手作來操作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當初在學校學習的時候 研究所就是要念四年半 四年到四年半 然後結束了以後呢 我們都還到海外的不同班位去實習 再跟著各位大師們學習這樣 那在我們面臨這些修復的觀念中 其實常常也會受到很多的衝擊 譬如說日本修復 美國修復 台灣 中國 其實很多觀念都是不太相同的 那這方面如果有興趣大家待會也可以提問這樣 那我現在在徵修裡面工作我們比較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除了畫作本身的劣化以外 其實很大的問題往往來自於大家收藏時候的裝表問題 譬如說掛軸 很常有橫向的裂痕 掉落缺失或是重組 那這都是因為它那個裝表形式的關係 或者是擺放環境的問題 那還有更多是像裝框類的作品 因為以往我們的裝表店可能裝框的背後 都是使用有酸的那一種假表 所以其實畫作可能本身材質是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因為裝表材料它會釋酸 然後你可能很喜歡它就把它擺放在那個 陽光特別明亮的地方 或是家裡最多人來來往往的地方 吃飯也想看到它 洗澡也想看到它 還是客人來每個人都想看 那那個東西它受到外力的干擾就變得很大 所以可能你最愛的那一幅畫 反而是壞得最嚴重的一幅畫 對 那這也是這次我們來 比較想跟大家推廣的 就是說如果有機材質的變化 裂化是必然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改變保護措施的方式去延長它的生命 而不是加速它的老化 然後也許只是很簡單的放的位置 或者是材料變換一下 那可能就可以為我們的收藏品延續更長的生命 那如果說在場有一些藝術創作者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互相討論一些 創作時候的材料 當然就是修復並不是要去限制創作者的 發揮創意或媒材 但是可能也可以互相討論說 未來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這樣可能大家在收藏作品的時候 會更有細心一點 謝謝 謝謝